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13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美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今天是年初二 香港的规矩就是年初二 叫赤口 不拜年 拜年会吵架,所以我这里向大家 祝大家过年好,好吧 那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武汉过年菊花卖断市 第2个是中美角力,供应链安全再起封烟 第3个是央视面临欧洲全面停播 那我们一个一个讲,第1个 湖北京市,那么12月报道,12月12号,2月12号上午 武汉市江汉区球场街花卉市场 记者看到由于购买鲜花的人市民太多 花市门前的道路已经堵车 那么花店老板告诉记者,自己已经50个小时没有睡觉 卖了多少花也记不清楚 另外一位老板说 自己开了30年的花店 往年新,今年虽然生意也比较好 但是从来没有今年场景火爆 只要是鲜花 不管什么品种,摆上去就会被买走 然后他就说,记者随后在 巡礼门 巡礼门花市看到 购买鲜花的市民络绎不绝 花店经营者分析,火爆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今年花农历牛年 市民买花,寓意牛气冲天 二是由于去年春节很多家庭没有买花不止 报复型消费,导致了今年春节武汉 鲜花消费异常火爆 然后他最后问了一句 今年过年您家买花了吗 这个话就被 网友 爆骂,他说 有个叫小动物爱我 他说作为一家武汉的电视台 到底什么花 销售异常火爆,心里没点数 武汉人有在大年初一这一天给去世 去年去世的青棚 上清香的传统 今年除夕凌晨 用于缅怀去世青棚的菊花居然 被卖断货 可见疫情夺去了多少生命 何等惨烈 然而你今世新闻里 菊花卖空却被弯曲成为报复性销售 造成花式异常火爆 你谈还有人性吗,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说句实话会死啊 武汉有个习俗 就叫烧清香 大年初一 要给去年去世 去年一年里面去世的家里人 上香 上香了就要献花,所以 所以呢这是 网友就说 这就是为什么菊花卖断式的原因 那么网友说,在桂圆花卉市场买花 三朵菊花 小花树,老板说100 我吐槽太贵 老板说行情就是这个价 武汉所有的菊花都卖光 就这最后几只 花蔫蔫的想起几天前去 丹栋花市 店里最多的 最多的就是红的黄的菊花 前两天 看到街 街头巷尾的花店 摆了很多花篮 白黄两色的菊花丛里,放着一两株红色,可能是康乃馨 来武汉这么多年,往往会在春节前 才回老家过年 但第1次看到这么大规模销售 上香菊花的 说实在 很震惊 但想到去年的疫情,也就不需要 多问了 那一年终于过去了 这是一个网友说的,另外一个网友说 昨天晚上出去的时候,路上好多人 停车场 停满了车 都堵上了 菊花都要抢 价都不还,白菊花黄菊花都没有了 后来在巡礼门买180块钱的散菊花 再找人 扎起来 算便宜了 去年 武汉太多人走了 人生这个事怎么说呢 另外一个网友说,早上爷爷 去给老同学烧清香 回来一阵感慨 今年满街没有买到菊花,说是武汉的大供应商都断供了 这也间接的反映了武汉去年的悲惨 没想到一大清早根本没有菊花卖 听说昨晚已经断货了,菊花得碰运气 靠抢了 对武汉人来说真是惨痛的记忆 我其实不大想今天报这个新闻,因为大过年了 但是我看主要是看到这个武汉京市的这个 报道,我就非常的愤怒 隐瞒就说了 隐瞒就算了 但是你还拿它说它是火爆 我就实在是 我实在是很生气,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说 所以我们今天拿来讲一下 第一 这件事情反映了什么 再次揭露了中共的谎言 其实在 在去年的清明节 清明节的 这个铃骨灰河已经 已经是一次 已经是一次这个叫什么,我们叫一次谎言的戳穿 那么这次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武汉真的只有 几千人去世 武汉的花市会卖断货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这个也是戳穿了中共的谎言 这是第1个,第2个 大家知道中共有一个惯常的做法 他从来不公布死亡者 或者遇难者名单 为什么 因为只要一公布名单 那么 他的谎言就会被戳穿,因为很多人没有在上面 那么 中共的这种做法叫抹杀死难者 这就是人性的泯灭 好,我们讲第2个 第2个新闻是什么呢,新闻是供应链 其实核心的问题是供应链 彭博社报道 彭博社报道 美国超微电脑公司 Supermicro Supermicro在中国生产的服务器主板 被 中国植入恶意代码和芯片,直接在里面装上芯片,装上代码 那么这些产品 曾经被美国公司和一些政府部门使用 那么这条新闻爆出来影响很大,影响非常大 那么这家公司Supermicro是 位于美国的硅谷 San Jose 是一家电脑硬件制造商 彭博社的报道说 美国的情报部门还没有公开案情的具体的情况 美国超微公司和任何的员工都没有被 被控非法行为 该公司也不是反恐情报调查的目标 就是目标不是这家公司 是这家公司被人拿去,他的服务器被人拿去装上 装上一个芯片和代码 那么前联邦调查局 叫Tab对彭博社说,中国政府这样做已经很长时间 那么企业,美国的情报部门还没有 美国企业需要认识到 中国还在这么干 美国超微 超微电脑的这个事件表明 全球供应链存在广泛的风险 美国公司选择在中国制造的任何产品 都容易受到潜在的恶意篡改 那么 2018年 彭博社曾经报道过 还是这家公司,美国超微电脑公司 在中国生产的服务器 主板 被中国间谍植入 微型芯片 大概有30家公司 和一些美国的政府部门受到影响 其中包括谁呢 包括苹果 亚马逊 这种这样的大型的企业 那么当时这个超微公司否认 否认这件事情 那么 这件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 美国国王部2010年曾经发现有几千台 几千台电脑 服务器 向中国传输这个 军事网络数据,后来调查发现 这是因为这些运行的服务器启动程序的 启动程序的芯片上面有恶意代码 就把他里面的数据往中国传 那么2014年 英特尔公司发现中国的黑客组织 通过一台服务器入侵了他们的网络 这台服务器从 从供应商 就是美国超微电脑 的更新网站上下载了 恶意软件 还是这家超微公司 到了2015年联邦调查局向几家公司 来几家没有说 发出警告 说他们公司用的这个 超微的服务器植入了一个 恶意代码的芯片 这个芯片有后门 后门,然后中国间谍呢 在这个芯片的芯片上面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 那联邦 联邦调查局有一个反情报的 部门的高官说 他这么说 他说如果你认为这是一家公司的事情,你就忽略了重点 对于科技供应链 的每一个人来说 这就是 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刻 意思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这件事情 会发生在每一家美国公司的 身上 只要这家公司如果他的供应链在中国的话 他就有可能发生 那么这件事情有两个影响,第一个影响 美国供应链安全的问题 美国供应链安全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供应链本身的安全问题 你比如说 从去年到现在,尤其是去年初期的时候 疫情刚刚发生 然后美国就买不到口罩 为什么,因为口罩都是来自中国 供应链是在中国 然后那个时候中国就控制口罩 那个时候中国是恶意控制 卫生防护用品的向美国的出口 美国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喊 供应链安全问题 其实供应链安全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说稀土 大家记得那个 叫什么,金灿荣,金灿荣曾经说 拿稀土作为一个对付美国的武器 可见 稀土是一个 供应链安全的问题 这就是 这种问题,这种级别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 就是说 你只能在中国获得这种产品 或者这种量级的产品 那你的供应链是有 有风险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超微电脑 超微电脑遇到的情况 就是你的产品 设计在美国,然后你跑到中国去制造 制造然后再卖到全世界,其中包括美国 那这个时候就问题就来了 你在中国制造的这个环节当中 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间谍会在中间做一些手脚 而这些手脚 会带来什么 带来安全风险 那就是今天这个 超微电脑 超微电脑遇到的情况 所以 他有两种级别的问题,第一种级别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的问题 第二种级别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产品会被 恶意创改的问题 那么这个议题在烧起来的时候 会带来什么影响 这个议题再烧起来,再引发这个关注的时候 那么有两个影响,第一个影响 就是像超微这样的供应链就要赶紧搬离中国 因为中国又便宜又好 这是毫无疑问的,质量又很好 然后价格又很低一点,所以这是很多 为什么把制造供应链放在中国的原因,而且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 这叫什么,这叫路径依赖 就是说 我之前是放在中国的 我也没想着把它 放到别的地方去 那就放在那儿吧 那其实你可以放到墨西哥 但墨西哥会贵一点 但墨西哥运输成本低,至少安全风险没那么大 所以 这个影响第一是什么 影响第一就是 有一部分跟这有关的供应链会离开中国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就是 之前 川普总统 前总统川普 提出来的 脱钩的问题 就是说还有很多的,因为大家知道很多供应链 你要离开的话 要离开的话 供应链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点 是一个连串 对不起 你比如说 你把这个服务器 生产 搬离中国 那你搬到越南去 那你主板怎么办 你所有跟服务器有关的所有的配件 你都得搬过去 否则你没办法在越南生产 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这样 那如果 有几家服务器 大的服务器生产商都搬到越南去的话 而且都在一个城市的话 那他的配套厂都会往越南跑 这就是脱钩 这个脱钩 对中国的影响就很大 这是一个,就是 我们讲这个产业链 产业链安全的问题 开始进入 进入一个议题 议题范围 这个议题范围会引发这个供应链的变化 对不起 好,我们第2个话题 我们第3个话题 第3个话题讲央视 央视呢 央视呢他先是 央视有一个叫 环球电视网 环球电视网其实是属于央视 央视他的英文叫CGTN CGTN他之前 英国取消他的播出牌照 那么2月4号 掉下他的播出牌照,理由是 他的播出牌照不是由CGTN持有,是另外一家机构持有,虽然那家机构跟他是有 兄妹关系 但是 但是那家机构叫 新华传媒 新华传媒 但是他不是他 所以你这样不符合我们的牌照要求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核心的原因是这个原因 所以就吊销他牌照 吊销牌照之后呢 好了 连锁反应来了 德国 德国也停播 德国停播原因是什么 在德国播出的是 沃达峰,沃达峰是一家英国公司,英国的电讯公司 英国的电讯公司在德国的分支机构叫沃达峰德国 他是负责 传播这个播出这个 CGTN 他就给他停播了 停播 那莫达峰德国就表示,他说目前没有恢复CGTN的 服务的有效牌照,他说我没有牌照,所以没办法播出 那么德国北莱因 威斯特 法利亚州 监管机构的发言人说 CGTN CGTN在德国的播出用的是英国的牌照 英国的牌照 那么 目前 CGTN 就在他这个州呢已经停播了 那么根据 1989年 欧洲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这个跨境电视的协议 这个协议呢,只要一个国家 获得,你只要获得其中一个国家 这个的电视播出许可 你就可以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主要是欧盟大部分地区 播出 所以呢 CGTN是获得了什么呢?获得了英国的播出牌照 于是呢,他在欧洲,首先在欧盟国家可以播出 巴尔干巴导基本上也能播出 那么 那基本上,目前英国还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那么英国把他停掉,把他牌照一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在欧洲可能 CGTN在欧洲可能全面的停播 那么几乎所有的欧盟国家和大部分的巴尔干半岛 包括乌克兰在那的 这些欧盟国家都签了这个协议 所以呢 所以理论上来说,英国这个牌照一停 那 CGTN 在欧盟 的播出就会停,除非 他现在开始申请 在欧盟的任何一个国家 再申请他的牌照 但是我相信这个可能性很小 那么 反制 中国 广电总局2月12号 宣布,那么不允许那个BBC 世界新闻台在中国境内落地 那对BBC新的落地也不受理 然后这个 这个宣布当然也是被BBC反驳批评 那么意思就是说BBC呢,它其实是 反击英国,只不过拿BBC来说事,说事说BBC是假新闻 BBC当然反驳它,我没有假新闻 那同时 当然 对BBC影响大吗?BBC影响不大 因为BBC在中国落地主要是在 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什么?一个地方就是 五星级酒店 五星级酒店会提供一些 套餐服务 那有些一个大包的套餐里面就包括BBC,包括 CNN这些,这些国际服务的新闻台 那么它取消BBC的话 观众不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 有一些 有些电视里面是包含了BBC的 有一些省市的 台,比如说你是香港人,你可以申请 包含BBC在内的一些 国际新闻服务 只不过必须是英文的 大概是这样 但这个影响就不大,那么影响大的是什么? 影响大的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需要宣布终止 转播BBC的英语和粤语节目 香港电台发表声明说 这个 香港电台从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11点开始 终止转播BBC每天的英语广播 并且终止 在每个星期天上午 香港电台第一台转播的一小时的BBC时事一周 然后香港电台的节目制作人员工会 对这个决定表示失望 指出BBC国际频道转播自世界知名的公共广播机构 在香港广播已经有43年的历史 也是香港 香港电台英文频道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节目 那么这件事情你想说明什么?说明两件事 就亚洲电台的记者 昨天 跟我聊这个事情 我跟他讲 这件事情有两个含义,第1个含义是什么? 第1个含义是再次证明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 终结 你想一下 你既然你广电总局停止播BBC是吧 关香港什么事啊,一国两制嘛,你那边停我这里可以继续播 香港也停 这是第1个 说明什么 没有一国两制,一国一制 这是第1个,第2个 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其实是模仿 BBC,就是模仿BBC 模仿BBC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编辑自主独立 编辑自主独立什么意思? 他有个公约 有个公约 有个公约,跟BBC是一样的,BBC也有公约 就是说约定 政府出钱,办一个公共的电视频道,电视电台频道 但是 政府虽然出钱 但是政府不干预 那么 香港电台编辑自主 自己来办这个电台 由专业人士 按照专业的要求来办这个电台 其实他除了电台 除了有电台,还有电视节目 所以他是 他是电视电台都有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 广电总机停播BBC 然后呢,香港电台也停播BBC 说明什么 说明香港电台的 编辑自主已经不存在了 再次证明什么 再是证明了 中共在香港 中共在香港做的所有的事情 只是一个目标 什么目标 就是把香港 变成一个 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的城市 最终导致什么 最终导致这个东方蜘蛛失去它的光彩 这就是香港电台 停播BBC所包含的意思 那么 我们中间再说一段 这件事情是华尔街日报报道 说腾讯的高管 腾讯的高管牵扯到了孙力军案 那么腾讯的高管叫什么呢?他的高管叫张峰 是他的一个 是他的一个高级副总裁 高级副总裁 那么涉及到一个 腐败案件 那么 华尔街日报说 知情人表示 从去年年初以来 张峰一直在接受中国反腐机构的调查 他涉及未经授权分享 腾讯社交媒体应用 微信收集的个人信息 然后 知情人表示 张峰涉嫌将微信数据提供给 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 那么孙力军因为这个危机 正在接受这个政府 中国政府的调查 然后呢 到底分享了什么类型的信息 孙力军 信息拿来做什么?不知道 那么这件事情有点蹊跷 为什么?理论上来说 这个公安部调用那个 微信里面的资料 一如反掌 他们本来就 微信也好 支付宝也好 所有的这些互联网的平台 对公安对网信是开放后台的 他们是有后台 可以去看这些资料 他们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所以理论上来说 不存在这种事情 就说孙力军如果要去查 比如说谁谁谁的微信 我要监控他的微信 理论上孙力军做一个公安部的副部长 他做这件事情太简单 他问自己干 找人去干就行 他为什么要找一个 这个除非 除非他想做的这件事情 是不想让公安部里面的人知道 理论上来说 他要做到这点 也应该能做到 也应该能做到 为什么要找一个 内部的高管来帮他做这件事情 我有点没想通 因为 所有的中国的 从抖音 到这个 到什么 到什么 到微博到微信 到这些所有的这些平台 社交平台 他们的后台都对 都对像什么公安 国安 网信全是开放 他们想查谁就查谁 包括像人民银行这种级别 机构 像 人民银行对这些各个商业银行的后台 都是能够看到 就是 很多人经常讲一个问题 讲说这个数字货币是为了 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想拿你的钱就拿你的钱 我跟你讲 人民银行不用数字货币 想拿你的钱就拿你的钱 直接把你给冻结掉 现在不仅人民银行了 就是公安局 都能够直接冻结你的银行账号 所以这个问题 所以 数字货币不是哪来干的事情 数字货币有更大的战略 战略意义和战略价值 我们回头再来聊一聊 因为最近我看到一些资料 人民银行推动数字货币的步伐更快 我相信数字货币 可能会在一个 不远的将来会出现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了几个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那么还是有网友会在推特或者是在Facebook给我提问 或者是直接给我发私信 给我提问 我在这里再重申一次 我在其他的平台 我都不会回答大家问题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如果要在其他平台回答我们的问题的话 我打不过来 因为有太多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 因为我在这些平台上通常不会 跟大家做深入的 聊天 我没有这样的时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我在那里回答只是针对某个人的话 那我们其他的网友就分享不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请大家有什么问题 来聊天室问 那我会选择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共享到 好吧 所以我这里特别的说明一下 另外就是 我的咳嗽没全好 好了大半 那我会继续 我是一个 只要感冒 就会支齐管炎的人 只要一感冒 我就会支齐管炎 就会咳嗽 咳嗽就会咳很久 所以这不是今天的事情 这已经十几年都是这样 我会尽快的恢复 我休息了一天 休息了一天半 效果很好 效果很好 谢谢大家关心 很多网友给我提很多的 出很多的主意 给我很多的建议 我这一并谢过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一起过大年 那么很多网友留了很多的祝福 那么很多网友也留了很多的 给我打赏 包括在 PayPal上面给我打赏 我这也一并谢过 那么感谢大家的祝福 感谢大家的夸奖 那个Nicole也很高兴 也很兴奋 因为这么多的叔叔阿姨给她 给她表扬她 称赞她 她也兴奋得不行 我这也非常的高兴 我 我也很 我觉得 我们过大年直播 非常成功 我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因为大家支持 所以这个节目非常的成功 那我们以后呢 会 会在这种年节 我也会做一些类似这样的尝试 因为我们 元旦的时候做了一个跨年直播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虽然 不是特别成熟 但是也很 也很有价值 那么这次这个 过大年直播 我觉得也不错 我们用一个人 我们用两个人 来提供一个平台 让大家一起来过年 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事情 好吧 好 我们现在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 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 鸣谢 陈李 谢谢 Leonardo 谢谢 Job Smith 谢谢 Paul Sun 谢谢 Jack Hong 谢谢 8888 谢谢 Patrick Chang 谢谢 石月天 谢谢 TG 谢谢 温月江 谢谢 那么George Lee 谢谢 J王 谢谢 Edgar Yu 谢谢 Hofi Choi Hofi Choi 谢谢 我们进入互动 谢谢大家 我就不念鸡像话了 鸡像话大家都知道 平序 中国官方说只死了几千人 多少人在病毒中死去 连人知道和纪念的权利都没有 真的很悲哀 是这样 情绪 看今年CCTV的春晚 和主流媒体所谓的新闻 在听听各个渠道 民意民生 那么就可以知道 国内言论管控的程度是何等的害人听闻 美化了的中国社会 处处暗流涌动 有如一口高压锅 呲呲的躁动 躁动声 让人心颤 是这样 那现在 现在这个言论管控 我就觉得现在中共在 言论的管控上就有点像什么 像文革2.0 情况 军工单位很多服务器都用超微主板 很多是为了忽悠上级冒充国产服务器 OK 观点 如果是服务器被植入芯片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台商供应链植入的 但是台商的 围影占有美国硅谷服务器的最大的市占率 而台商在服务器的 服务器的市占率达到90% 包括鸿海 所以一 力讯想要苹果供应链 台商并不害怕 因为苹果供应链的毛利很低 二 这些苹果供应链大厂早就攻占服务器市场 三 服务器制造根本不需要依赖中国 台商搬回台湾就完事 好问题 是这样 中国的大部分的 高 高端价值的这种电子厂 基本上都是台商 所以中国出口的电子产品出口 大部分是台商在做 观点 今天看了德国之声关于CGTV CGTN 可能欧洲停播的报道 虽然英国脱欧 但是关于欧盟的一些政策仍然有效 所以如果CGTN在英国下架 在欧洲有可能下架 CGTN很难在 欧盟任意国申请重新上线 因为欧盟有关媒体不能和政府有关系的规定 OK 提问 提问 王老师新年好 祝你身体健康 请问可否 对世卫前几天 武汉召开的记者会做一些评论 我其实是不想答 因为之前也有人问 我不想答 不想答的原因是因为 中共就希望把这件事情 把影响造出来 我就不想 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前天 前天 他们有记者又来采访我 所以我还是打一下吧 打一下 那我们今天一起打 有几点 第一点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时候 中国 允许 允许 世卫的 专家组 我们不说调查组 我们允许世卫的专家组 去武汉 因为 你看 你允许 同意世卫的专家组去武汉 说明什么 去武汉的专家组讲得很清楚 我们是去武汉溯源的 溯源 什么叫溯源 追寻 疫情的 根源 从哪里来的 所以他们也要去 武汉病毒所 原因就是因为我要溯源 你不让我去武汉病毒所 我怎么去溯源 所以 溯源这件事情是 专家组 的根本属性 啥都不是干 不是去跟你开研讨会的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 这是个溯源的调查组 为什么这个时候让 让世卫的调查组去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 拜登当选 拜登当选之后有问题 问题在哪 拜登之前讲过 我上任第一件事情 就要返回世卫 美国返回世卫组织的意义是什么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用世卫这个平台 再去追查 疫情的根源 那么 为什么这个时候让世卫派专家组去 就是 在美国还没有掌握控制世卫之前 在中国还能控制世卫 的时候 让世卫派 专家组去 为什么 你看一下 这件事情很蹊跷 很蹊跷 这个专家组 刚看完 离开中国之前 在中国开记者会 宣布他们的结论 你想一下 这个专家组才几个人 世卫组织的专家主要在哪 主要还是在世卫 还有全世界的世卫的这些 这些专家嘛 都不在世卫组织当中 你肯定要把你 调查出来的资讯 给世界各地的专家 大家一起讨论 开会得出个结论 哪有你这几个专家跑到武汉 就那么两天 收集了资料 就得出结论了 这不靠谱吗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肯定是什么 这肯定是世卫决定这么做的 这么干的 这不符合常规呀 而且不符合 世卫的运作模式 那为什么他现在这么干呢 原因是因为 中国控制 现在还在控制世卫 就让世卫这么干 那世卫就是这么干 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让世卫的 溯源的专家组去武汉是因为 他要在美国控制世卫之前 让这些事先发生 发生之后你不会再发生 对吧 你至少可以堵住他的嘴 你已经调查过了 你怎么再派调查组去 至少你有个说辞 至少你有个抵挡的武器 这是第1个 第2个 第2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 以前从来他从来不 不接受溯源这回事 他怎么又接受了呢 这里面就是 这个问题 就是很清晰 全世界都知道 病毒来自中国 疫情来自中国 那么大家都要知道 大家都有 如果真的 等 疫情 搞得差不多的时候 那全世界都会 翻过头来 找中国算账 那那个时候群情汹涌的时候就挡不住了 那你逾期等那个时候再来 你还不如这个时候就来 就是那个笼包在那 你让别人挤 不如我自己来挤 也就是说 他有两件事情 他是有把握的 第1件事情是什么 第2件事情就是这些专家属 到武汉 能看到什么 他是有把握的 他是能控制的 控制得住的 这是第1个 就是 你可以看一下那些武警 多少武警站在那里 专家组 一出来那武警 你三层外三层把这个现场控制住 就是他能够控制这个现场 控制的过程 这是第1个 第2个 我刚才讲的 公布结果一定是在中国境内公布 然后就是这几个专家组公布 得出结论 公布结论 那也是他能控制的 就是 过程和结果他都能控制 那他就这个时候安排 专家组去 这是一个 第2个 那么这个结论有价值吗 这个结论当然没有价值 为什么 我刚才讲过 你这几个专家在那里 走马光花了一个星期 搜集到一些资料 你就得出个结论 靠谱吗 当然不靠谱 这不符合 世卫组织的 决策机制 你肯定要把 世卫组织 在武汉 调查的所有的资料 放上网全世界来看 流行病专家全世界看 看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 不足的情况 再去调查过 你才会得出结论 你否则怎么会得出结论 所以从这件事情来看 世卫组织 在武汉开的记者会 这个调查组 包括 从结论 到过程 到人员 都是亏类 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 这是个好事 好事是什么 至少 门开了一下 大家可以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问题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 他能够 帮中国度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没有用 为什么 大家想一下 追责是个什么行为 追责首先是个 首先是个政治行为 这是个政治行为 追责是个政治行为 他并不是个单纯的 去 疫情的溯源的问题 如果他是个政治行为 只要大家把 只要大家把 自己的面对的疫情 给度过去 一定 一定会开始 追责的 这跑不掉了 一定跑不掉 所以这件事情 怎么说呢 我的评价是 中共有点弄巧成拙了 中共有点弄巧成拙 觉得 我能控制 情况 昨晚把春晚的一个党旗镜头截图发给朋友 发朋友圈 就说了一句 镰刀斧子救过你怕不怕 党旗早就告诉你的一切 五分钟被和谐 舆论管控比想象的更强 OK 情况 台湾最大的服务器供应商 维影科技 我前年去面试 主要服务器产线是在墨西哥 而台湾的产线也正在建厂 但台商目前主要帮 IBM Microsoft还有Google等 硅谷大厂代工 没有品牌 大陆的服务器我不知道是不是台商代工 但联想的笔电大部分也是台商代工 所以 上面有中国大陆说品牌看不到台湾品牌是正常 因为台湾是 包了代工不包品牌 台湾是 台湾大量的 电子厂都是在做代工 他不做品牌运营 代工有代工的模式 品牌有品牌的模式 各有风险 各有好坏 只是产业内不同的位置而已 鸣谢 谢谢 反股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还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了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点赞 .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